一撇一纳成就了一个人字 而这样的一种支撑结构 也恰恰让我们在思索 究竟人和人之间相互的信赖和扶持 能够将人的高度跌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接下来这个挑战 谍人塔就将为我们揭晓它 谍人塔这个活动起源于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 有将近200多年的历史 沉着勇敢冷静理智缺一不可 而这个活动的基础 就是人和人之间相互的信任 如果有一个队员出现失误 都有可能导致人塔瞬间崩塌 目前这项活动的人类极限是九层 在西班牙以外的任何一个地区 到目前为止都从来没有成功过 但是今天一支普通的 但却不平凡的队伍 将要向着这个极限发起冲击 他们究竟能否成功呢 接下来我们共同见证 让我们一起把信号切到我们的第二现场 浙江得清 这是历史上首次碟人塔的跨国合作 而且是由中国人和西班牙人共同合作 去挑战九层的谍人塔人类极限 那么今天如果他们合作成功的话 他们将创造一项不可能的奇迹 这一支由普通的中国工人组成的人塔队伍 在四个月之前出现在出彩中国人的舞台上 那一次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七层的挑战 但是在向八层发起冲击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意外的状况 今天他们将重新鼓起勇气 与来自人塔故乡 西班牙的这些普通的农民们 共同合作 他们是否能够完成九层的极限挑战呢 挑战不可能 对以前形成由我定挑战不可能 我们现在是在浙江的德青北京演播室的各位你们好 我们现在这个挑战场地啊 是在安泰德青时装有限公司的场区内 我们这场棚足够高 特别适合搭人塔 我们去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身后是450位中国的选手 和193位来自西班牙的选手 你看看大家正在紧张的准备过程当中 朱迅之前他们在排练的时候 就是西班牙和我们中国一起合作的时候 有成功过吗 我必须实话告诉你 我们到目前为止挑战的最高的高度是八层 所以今天晚上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一个极限的挑战 我给大家介绍几位我们现场特别有意思的朋友 来 这位认识吗 你们好 蔡国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还有说吗 我今天就要作为这个人塔队的议员 跟他们一起要挑战这个不可能 我会在这个底座 你会在底座 对 但是我知道这次的挑战难度之大是难以想象的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在现场呢 我知道这个小萨也在现场 我们一起呢在这个出彩中国人的时候呢 看到过我们中国的人塔队 他们在挑战第七层的时候 他们的成功我见到了 但他们在挑战第八层的时候 他们的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我也见到了 每一个团队都有灵魂人物 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 Manel Manel come on 这个是浩 Together, out of here, and also,我们的露露 你好,你好,你今天是不是要登顶啊? 不是 我爬到倒数第二层 哇,倒数第二层 怕不怕,宝宝? 以前她现在长大有点不怕了 今天晚上露露是很关键的一个角色 孩子的压力太爱了 如果技术能做的话 把我这段话掐掉 别让那边听见 那个小姑娘,就是那个露露 上一次她们挑战失败的时候 大概是两三个月以前 她在现场看着自己的姐姐从上面掉下来 我就当时在现场我就抱着她 我说别怕,别怕 所以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 今天她能够再一次发起冲击 以她这个年龄,以她的心理状态 我觉得已经是挑战不可能 好的,再次跟大家确认一下 我们是643人 9层13米高的人塔 这在西班牙以外的地方 从来从来就没有成功过 所以今天真的是挑战不可能 而且我们在台测 准备了医护人员 全程守候我们的挑战过程 好的,那我从现在开始 对不起,我要要求北京演播室的各位朋友 包括我们在现场的各位朋友 保持一个安静 等音乐声响起 我们再一起为他们加油主位 好不好 好的,现在整个圈是越锁越紧了 中间会形成一个核 所有人都要把所有的力量推向中间 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上边的人塔才会更加的稳定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群人当中 有男的有女的 还有很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家 好的,现在底座已经形成了 要爬的是第二层了 一般都是壮汉,第二层 他们相互挽住对方 非常的坚实 好的,第二层的加固系统 现在是第二层的加固系统 第二层也要像第一层也一样 形成一个非常坚实的大地 第二层现在已经搭完了 就是差不多小100人左右的一个位置 现在第三层已经起来了 时间不能太长 下面很缺氧的一个状态 现在第三层的三个人已经立住了 第三层的三个人非常非常重要 他们将承受上面六层队员的全部重量 现在大家开始往第四层冲击 第四层 好的 现在属于一个冲顶的状态了 开始冲顶 一二三四 五层 五层已经立起来了 第一层是个大底盘 第二层稍小一点 第三层 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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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还是三个 鲁鲁开始往上爬了 他今天会在第八层 一二三四 五 六 现在搭建起的是第六层 第六层 第六层已经非常高了 从我这个角度过去 我只想伸手 孩子们已经开始往上爬了 看到了吗 孩子们已经开始往上爬了 露露的动作非常灵巧 加油露露 人塔就像一个大家庭 即使是再剧烈的晃动 底下的家人们都绝对不会松手 坚持用自己最大的力量 给孩子们最好的保护 而且会不断地鼓励孩子们 要往上爬 要往上爬 直到最顶端 这是他们祖祖辈辈 血液当中的挑战精神 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传给下一代 下面的人都情不自禁地会睡猪双手 哇 这么看多吓人 坚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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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到第七层了 马上在第八层 我们就可以再 看见露露了 但是 哎呀 怎么下来了 整个人塔非常摇晃 孩子们在往下撤 都在往下撤 这是为什么 露露的脸色好像不大对 人们都在坚持着 摇晃得很厉害 但是首先要保证孩子们安全地撤下来 少男少女们也撤下来了 往下撤了 露露安全地下来了 但是好像被吓到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刚才剧烈的晃动所有的人都撤下来了 看来这一次是挑战失败了 这真的是一个胆量的极限的考验 她的这种反应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其实我今天才知道 这一个运动其实是有心理的压力跟体能两个同时都需要 但是我还是对露露今天晚上的这个现状或者说她的状态我还是有点担心 是的董卿刚才他们告诉我露露今天不会再尝试登顶了 看来刚才的意外情况确实对孩子的心理造成了一些影响 不过露露还是会在现场跟我们在一块共同来为今天的挑战加油 所以朱迅目前现场的情况是他们会重新对这个项目发起挑战吗 对指挥会跟大家商量一下到底什么地方出现了松动的感觉 造成最上部的摇晃的如此剧烈 等他们调整之后我们会进行下一次的挑战不可能 九层是目前别人塔的人类极限 在西班牙以外的地方从来没有成功过 中国队伍的最好成绩也仅仅是七层 经过第一次的挑战 失败所导致的不安情绪逐渐蔓延 队员们被极度消耗的体力也只能支撑他们再进行一次尝试 这是跨过人塔队伍的最后机会 他们能够把握住成功挑战不可能吗 我想掌声加油都是对他们最好的祝福 他们又要开始了吗 二十秒之后开始 好 你们觉得这次能成吗 死不可能变可能啊 变挑战不可能 这次的这个队形似乎更整齐了你看到没有 就是一行一行的人排列的更加整齐了 他其实给那个力量 对 非常地均匀 而且非常重要的是排列好了之后 孩子得毫不迟疑地往上登顶 如果孩子中间害怕或者是停留的话 整个人塔就会摇动 好 来 现在中间的人已经发出要开始的命令了 开始了 来了 好 第二层开始了 现在第二层的核心部分开始搭线 搭好了核心部分之后才可以加固 我们全场人一起为他们祈祷 我们看看这种祝福的力量 能不能在今天晚上变不可能为可能 接下来他们就要慢慢加快速度了 否则底层的人缺氧的时间会越来越长 有的 他们有一个规矩的 那个手的 是有一个脉络在那边 你有注意到 他们是这样咬着领子上去的吗 就是为了孩子 接下来的孩子往上走的时候 不会打滑 说实在到第六层 第七层以后 我都不敢看 第三层的三年技术已经立起来了 太紧张了 我不看了 你们告诉我结果 再五层看了 到五层以后音乐应该就会响起 四层 四层都是成年乐 到了第五层就开始是少年 少年马上走了 好的 音乐响起来了 再次充顶 哦 第五层是少年 男的 第六层是女生 少女 往上走 但是再往上 就是孩子了 五六 现在六层 六层 接下来是最艰难的时候 最艰难的时候 加油 和第一次挑战一样 现在的晃动也非常剧烈 非常剧烈 但是孩子们都在坚持着往上爬 现在是第七层 刚才出现问题的就是这儿 坚持住 第七层 在不断向上爬的过程当中 孩子们始终可以感受到那种支持的力量 加油 从我这个角度看摇晃得非常的厉害 只要他能够稳稳地抬起手臂 就算成功 是不是可以成功 七层 八层 八层的女孩上去了 现在是九层 现在是九层 现在是第九层的女孩 只要他能够稳稳地抬起手臂 就算成功 是不是可以成功 完成 完成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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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生命的每一份钟 全力给我们心中的头 不信你风雨 怎么见彩虹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把我生命的每一次感动 心里的朋友热情相拥 让真心的花和开心的泪 愿意我愿意流动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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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了不起了 太了不起了 出去 帅 帅 帅 让现场听一下我们这边所有人 给他们祝福的欢呼 一二三 真的就是平凡岗位上的人 做出并不平凡的事 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他们都是很普通的人是吗 你做什么工作的 就是做服装 来你做做做什么的小伙子 我是做秀发的 平时的工作是 做管理人员 我是我们技术科的技术员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中产则间做泳装 做泳装 做泳装 作为亚洲仅存的一次 结论打飞舞成立已经五年多了 今天有幸跟这么多朋友 一起完成了一项不可能的挑战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推动力 主持人 刚才露露最后没有参与到我们后来一次的那个登顶的过程当中 我们呢可以了解一下她现在的状况吗 队长我们的露露在哪里呢 露露 露露在这呢 我是露露 这个小脸儿 你像这眼睛一看就刚哭过一场了已经 我只想跟露露说 今天没有参加没有关系 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还会有更多的机会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变得越来越勇敢 希望你能够健康的成长 也把我们所有人的问候带给你的姐姐 希望你们一切都好 我很感动也很震撼 这是一个团队的运动 那六百四十三个人 每一个人都应该得到我们的掌声 是不可能变成可能了 我想是信赖 是坚持 让你们今天成功的搭建起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塔 但是更不可思议的是 我觉得人塔就像是生命之树 长者在最底层 中间是蓬勃成长的青年人 顶端是充满希望的孩子 当孩子们经历岁月成为老者 他们又将回到底座 用自己的肩膀去扛起未来的希望 你们太了不起了 你们让我们证明了生命的力量 好 出去 现在我们的北京现场 三位评委即将为这个挑战不可能的项目投票 你们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准备了 如果你也被这份力量所打动 给我们一票吧 好 我们的决定是 三票全票通过 祝福你们进入荣誉殿堂 我们的这支挑战团队远在千里之外 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现场的荣誉殿堂 所以呢 我们也请主持人赛贝宁来代替他们 接受这份荣誉 谢谢三位评委 人与人跨越性别年龄种族的障碍并肩协作 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向上攀登 四百五十名中国工人 于一百九十三名西班牙农民 生命个体力量的叠加 在今天创造了跨过人卡的新高度 在今天创造了跨过人卡的新高度 接下来就让我们